那你第一個 你就 至少你要畫兩個 這個三角 等腰三角形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先畫出一個 這個 然後在它的右邊 又再畫出一個 可是這邊的話其實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你一定要先補什麼 補這一塊的空白 因為如果你將來要把這邊的 這個等腰三角放在這邊的話 那如果你這邊沒有空白的話 它變成會被擠壓過去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該怎麼改 當然我先把它恢復一下 原來的程式應該是 把它改回來 原來長這樣 這個END這個沒有 原來長這樣 一個 一個是這樣 那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把它再增加右邊的部分的話 簡單講起來 第一個 我要先把這邊的這個空白部分先補上 因為目前這邊是沒有空白的 因為如果沒有空白的話 它將來 你又再增加一個的話 它的空白會擠到這邊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所以呢 我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空白補到這邊來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一行程式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底下 因為這邊的空白 因為這邊的空白 因為等一下要三角形 這邊的空白 跟這邊的空白其實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print 這個先輸出空白之後 再輸出一顆心 有沒有 輸出一顆心的時候 你不能Enter 所以這邊預設是有Enter的 然後再來的話 到這邊再Enter 所以要記得 你如果把上面這一行 複製到底下的話 你可能要把這個 去掉END 去掉那個空白的這個敘述 加上這個信號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那你會換執行 這看到的結果 會跟剛剛是一樣的 但是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其實你把它選取大概就是 選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沒有空白 選的時候這邊沒有空白 那這個時候選的時候呢 這邊呢 你會發現 它多了右邊的空白 OK 多了右邊的空白 OK 那如果說你有右邊的空白之後的話 你再去做一樣的這個 三角形的話 再把它填過去 那就不會有錯了 所以最重要是那個空白的部分 還有 特別是哪個地方要換行 哪個地方不要換行 可能你要藉由什麼 有沒有加這個END 去做一個設定 OK 好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右邊這邊在畫 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什麼 把這三行喔 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OK 把這三行有沒有 複製貼到底下 那另外的話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我要輸出的話 是這樣先一個 所以喔 要怎麼做 先這個輸出這一個 就是這一行是輸出幾個空白 然後再輸出幾顆心 有沒有 幾顆心是這一行 好 然後一樣再輸出幾個空白 所以這一行其實就是在這裡啦 那這樣看 這邊其實是沒有東西啦 就是這邊 你要知道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一樣啦 其實就是等於再幾個 再空白 然後再心號再空白 對 所以喔其實我是把上面的東西 複製到底下這三行 跟這三行是一樣 可是記得喔 如果你複製到後面的話 這邊因為它預設會換行 所以我們這邊不能換行 要接到後面對不對 所以記得喔 你要把什麼呢 把複製過來之後的 這一行 一二三第三行的部分 把這邊後面再補一個 END等於空的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喔 我後面這邊不要空白 接著繼續再輸出 十二個空白 一個星號 十二個空白 那最後才換行 所以這邊最後這個print 就沒有換行 OK喔 那這樣做完了 就可以是 兩個等於要三角形 OK 直行的話 有沒有一個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兩個菱形的話 其實只是補下面這個 這個十二個星號 再補到下面 如果你要三個的話 那就繼續做一樣的事情 有沒有 OK喔 大概類似是這樣的寫法 目前想到應該是相對 相對比較簡單的做法 至於當然其他的寫法 你們可以在想 可以把它寫得更精簡 當然是更好 OK 第一個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兩個等要三角形 一個等要三角形 變成兩個等要三角形輸出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OK喔 這樣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說可能 要自己稍微 最好是自己再想想看 盡量喔 知道原理原則了 然後把這個程式刪掉 自己重打一遍 如果假設啦 你可以透過自己的推理喔 也可以把這個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是真的OK了 表示你應該以後再掌握這個FOR圍圈 應該就非常的駕精就熟 但這個已經有點難度了喔 對有一些同學來說 應該是蠻有點困難的 理論上是應該回去 你們應該怎麼 自己把它刪掉 重新開一個空白的磚 這個空白的Module 然後自己重寫看看 OK喔 這個應該沒問題 再來其實你再去寫菱形 我就覺得啦 剛開始不要寫太複雜 不然的話 真的是有點拿石頭雜質 也攪的味道 因為根本 自己會寫不出來 然後會越來越挫折啦 所以有的時候 OK喔 所以喔 上個星期的那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題目的話 正道考試有考 不過只有考一個等腰三角形而已 沒有考那麼複雜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今天喔 接著繼續來看 上個禮拜我印象中 我們是講到 這個什麼 猜數字遊戲吧 然後我最後有提到 但是 至於怎麼寫 好像還沒有整個講完嘛 我再帶一下 所以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寫一個猜數字遊戲 這個猜數字遊戲 其實原理原則很簡單 第一個呢 請在1到20之間猜一個數字 那當然喔 所以喔 這個地方喔 它會 所以 預先random喔 我上個禮拜有提到 以後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亂數的話 第一個喔 你必須要先 import 一個叫random的模組 OK 那這個模組的話呢 它本身已經幫你安裝到 Python的那個 函式庫裡面 只是說呢 它沒有幫你載進來 所以你變成你要自己載進來 那為什麼要載入這個random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模組裡面 有一個方法 叫做random 有沒有 random range 那其實跟range有點像喔 OK喔 有沒有 只是多一個rand 然後後面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要1到20的話 就1到21 這個 有點跟之前那個range 蠻像的 有點像它的軟生兄弟 有沒有 用法差不多 當然呢 如果你不要那個random range的話 我記得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叫什麼 點random 我記得好像它有一個randomint吧 那int的話就是1到20 OK randomint就是1到20 你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不加randomint 因為我想說我前面交過random 用交過range 所以我乾脆喔 以我的習慣喔 反正呢 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那我就乾脆用共通的 那我就乾脆用共通的 你不要一下子 用這個邏輯 一下用這個邏輯 常常會搞混 那倒不如用共通邏輯啦 所以這個用random range 那1到21 OK 所以喔 所以這個地方執行的話 那當然它就亂數了 那我現在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 我再猜一個中間的 10 那底下的話呢 它就會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輸入之後的話 OK 那 接到一個數字 我把它放在G裡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會跟我講 太高還太低 所以會一個反饋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說太低了 那太低的話 自然就把它高一點 所以喔 太低 那意思是說1到10 就不可能了 所以變成11到20 那11到20 那11到20 我就猜到16好了 16 中間的值 又太低了 所以呢 11到16又不可能了 所以17到20 17到20 我猜中間的話 是猜18 好 Enter 恭喜答對了 三次而已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基本上喔 我們主要是 第一個啦 先Random 所以喔 第一段就產生亂數 那亂數的話 剛好就是Random 它亂數1到20之間 幫我產生一個亂數 就18 所以喔 這個結果 它過來就是一個18 放在哪裡呢 放在RND裡面 就把18放在這裡面 那如果我要寫一個 亂數決定的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喔 一般習慣是這樣啦 因為呢 我根本不知道說 到底猜幾次會猜中 所以喔 如果不確定範圍的話 那這個地方喔 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 那就不能用FOR迴圈 因為FOR迴圈的話 因為我不確定說猜幾次嘛 所以喔 理論上會用FOR迴圈 因為FOR迴圈的話 不確定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你後面加一個 畫一冒號喔 特別說一的話就True啦 當然你這邊 你也可以打一個True True的話意思是說喔 那其實畫有迴圈後面喔 通常是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邏輯判斷 欸?邏輯 那第一個啦 你要問為什麼放一啦 其實道理很簡單嗎 字比較少 有沒有 你打一跟打True 當然想起來的話 當然打一比較簡單吧 一其實就是在程式裡面就是True啦 好 那為什麼畫一冒號 其實意思是說喔 反正呢 你就是一直幫我去執行這個程式 對 那什麼時候才停下來呢 所以喔 如果你有看到畫一冒號 這有點像一個 欸 油門 那這個地方裡面呢 一定要有個煞車 所以喔 畫一冒號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畫一冒號裡面 一定有個Breaker 那什麼時候Breaker呢 欸 就是當他答對的時候 OK 那什麼時候答對呢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啦 讓他輸入嘛 欸 所以喔 一畫一冒號你就輸入 輸入再判斷 輸入再判斷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input 來請輸入一個 一個10 那我基本上呢 比如說我輸入10 那一樣喔 輸入10喔 如果經過input的話 它一定會是一個文字 這個是規則 input進來的話 一定是10的字串 那 那 字串的話呢 你一定要把它轉成int 轉成10的這個數字 再到這個邏輯去判斷 欸 如果喔 G假如是小於RNT的話 欸 G小於RNT RNT是18好了齁 那如果輸入10的話 欸 有沒有比它小 欸 有沒有 也比它小嗎 18 欸對 這個符合這個邏輯 有沒有 因為我的 啊 輸入的10 假設是10 有沒有小於18 有嘛 所以喔 就太低 有沒有 所以啊 這裡下會出現這一行 太低了 高一點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輸入16 16有沒有小於18 又 它又出現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這又再出現一次 有沒有 等到呢 我輸入18的時候呢 18 有沒有小於 18有沒有小於18 沒有大於 沒有小於 沒有大於 那else 就等於啦 當然你想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else 我可不可以寫成那個 等於這個 G等於RNT呢 其實也可以啊 else可不可以寫成這樣 可以寫成G 那比較的話 一定記得是等於等於 OK 你不能用打個等號而已 那寫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只是說 那你想說老師 你為什麼寫else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字可以少打很多個 OK有沒有 你如果打else的話 那其實這個邏輯就不用了 因為呢 數字的比較 不外乎就是大於啦 不外乎就是小於嘛 不外乎就是等於嘛 還會有其他的嗎 應該沒有啦 應該沒有啦 所以沒有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L是OK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一般的話 特別注意這個邏輯喔 你就是畫姨帽 然後 再答對的話 一定有個break 其他的話 就是這個邏輯敘述 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總共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星號輸出那個 這個兩個等腰三角形 輸出 怎麼亂亂 可能是寬度 寬度關係 寬度關係 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拆數字遊戲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